在我开土之前啊 我跟你说 这节目以后不能上了 为什么呢 原来吧 土大大会挺过瘾的 但发现这个节目 越来越变成一个尊老爱幼的节目了 不好吗 既然我敢坐在那 我就敢让大家怎么土都没事 但土也不过瘾 那怎么办呢 太香 哎呀礼尚往来的 这没劲了 喊不上 太没劲了 张绍刚 听说你啊 开始了 他老想跟我玩CP 看到他 我脑子完全空白 只有五个字 那什么字吗 丑人多周怪 多难看 真的真的真的 绍刚没问题 待了这么多年 如果你觉得这个五个字 对你生命当中太沉重 接受不起的话 送给旁边那个人 张大 张晓晓 我刚才说 蛋总农接得住 丑人多周怪 你乐什么呀 就是 什么可开心 别什么热闹都臭 姐爸 给你出个主意 善意的劝告 咱们听听 在那个大的下边加两个点 以后就要张太太 有感性的 什么节目都感性 什么钱都要赚 17年的时候吧 甚至还参加过一档 叫什么 原创警犬成长那节目 这是要现行 还是怎么着玩 叫做 骑兵神犬 看到这个节目以后 消息我惊呆了 我真呆了 吓得 我说现在什么人 都可以当警犬了吗 大者当好事啊 警犬的门槛那么低吗 你以为你乱咬乱叫 就可以当警犬吗 不能够 许先生 李淡 你请了嘉宾 我吐不吐 他不不让别人吐他吗 许主演 那个紧张 那个手都这么握呀 姐妹儿 手下留情 手下留情 没有 我们俩很多年没见面了 一见面的时候吧 我说 哥们儿 你那些厌世 我全知道 都有什么呀 打住打住 给兄弟留点面 还是顾脸面 我说没事 没事 其实啊 今天我一半的时间 准备吐槽许志远的 静止是说他们的是吗 但是我一到现场以后 把所有的工作人员 面带男色 就跟我说 姐姐姐 说点 别别别 许志远 老师内心比较脆弱 干嘛来了 你看你要上台 那么说的话吧 因为文人兜不住的话 脸色会很难看的 对对对 我说 哎呦 我说你们真不了解 徐老师 他是个有文化的人 心里下没那么小气 你看他说准了 这事 格局大着呢 他怎么会脸色难看呢 他就是单纯的脸难看 真的 你明白 淡总 有私人关系 因为徐主演出了他的书 所以淡总请他来做嘉宾 因为这个 但是那单总也是心机特别多 这怎么讲 他就想用那个徐老师 徐先生那个旗帽 来蹭托他的美色 所以说你看看那徐老师货脱分多好 149分 一只人货脱的价钱 就这事呢 所以说徐老师下次穿鞋就一只脚穿人质脱了 多惨 对吧 好了 三步说了 完了 严和强 不容易 不容易 怎么不容易 我以前都不认识他 怎么能不认识 看玩笑了 相声事业刚刚有点起色了 那个郭大少爷 郭气凌 你们老师的儿子 大少爷就给你抛下了 碰不上好人 人有这个资本 人爹是谁 别提热的了 对吧 人家开的店 那当然想抛谁就抛谁 对吧 你说多可气 所以说事业刚刚起步心就慌了 但姐是过来人 贺翔 咱小伙特别好 这两天的一聊吧 真是时尚人 时尚人 姐跟你说 别看郭气凌 郭大公子在外面 又拍综艺呀 又拍戏的 那都是逢场做戏 哦 真的 就男人嘛 都是一个德行 玩累了 玩够了 自然就回来了 断奶断的碗 在家有点耐心 在家有点耐心 对 哎呀 李雪晴 我们东北小姑娘挺好的 这算我们赵本尚老师退役了以后 她就接班了 这不错 弘扬和杰领的文化 对吧 但你和建国炒CP之后 我觉得有点不地道 怎么讲呢 真不像咱们东北女孩的个性 你看你 自己参加了那么多的活动 和那么多演出 抓了那么多外快 你怎么不带下我们建国呢 就是 对吧 你就这么对我们的建国吗 这个CP吗 对啊 你看 我常常看什么 又不忍心 因为我喜欢 我也喜欢建国 都喜欢他 然后有点感觉 什么感觉呢 就泄墨沙驴的感觉 可不是吗 不像人做的事了 知道吗 是不是 你看这CP草这么好 自己夸 又是喜剧人 又干做那么多节目 没有他不要的 说我这么一看吧 难道我看人看片了吗 这丫头挺好的 不对 我再仔细琢磨一下 瞧瞧这手段 瞧瞧这野心 这糊涂出了一个 铁领邓文迪啊 绝对的 铁领邓文迪 那你们把我们盘紧的 莫多克怎么办 两口袋一块出来的 这两个人的CP啊 完全是弹总 就为了节目效果给硬凑的 根本就不合适 明白吧 根本也成不了 你们别玩这个了 你把他说清楚了 也不知道他谁给取的名字 什么雪国列车 妈呀 你们眼睛都瞎了 什么雪国列车呀 这不雪国餐车吗 真是转 什么眼神啊 啥眼神啊 来 威亚 前辈 在电商直播 我觉得是晚辈了 这是前辈了 带货女王 没错 不止日用百货 什么卖的好好 还卖过火箭 大家都说了卖过火箭 事闹的挺大的 确实挺大的 那可不是吗 那天姐姐 她们点进去一看吧 哎呦 明白了 那哪是卖什么火箭 那就是火箭上的一个广告 对吧 理解错了 大小姐 这种不眼球的手法 姐见多了 就是 大惊小怪 少见多怪 上一次我还看到一个消息呢 说了 疑惑 金星能不能孕育生命 对呀 你说说 看到这个标题 以后我气坏了 这也不是什么好话 这不明知故问吗 谁这么多款闲事啊 点进去一看 天文学家 理解错了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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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娅小姐 最近上了很多中音啊 非常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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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都有时间来到我们吐槽大会了 你看吐槽大会 这点小钱太要赚的 不行 这比不上直播吧 阿威亚小姐 对 所以说 最近生活卖不出去 还卖不好 我不会的 这事在女生里面不会出现的嘛 没错 有一次在直播间都哭了 说工作太多 没有时间陪女儿 忙着什么 有时间来我们吐槽大会 没时间陪女儿吗 您别把实话说出来 女儿今天自己在一家照顾自己 哎呀 这么多年 我见了很多独立女性 但独立女儿还头一回见 那是 真的 我现在也开始做直播带货了 所以我为什么要吐槽威亚呢 是来学习的态度 怎么卖货 我发现很多主播 都会引导你冲动消费 让你买一些吧 哎呀 你根本用不到的东西 是 所以作为消费者 不要人云亦云 一定要学会独立思考 理性消费 您这话对 不要被任何人所影响 啊 来解的直播间 这该干正事 来解的直播间 谁让你买你再买 好了 谢谢大家 我是金姐金星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